大家早安 我們時間來到早上6點19分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那目前可以看到台北市外頭呢 這個雲層量稍微還是有一點偏多 但是今天原則上是一個多雲稻晴的好天氣 今天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就是 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9月17號星期五 那麼台北市目前外頭是26.7度左右 今天的降雨機率是50% 今天中午過後 午後熱對流是比較旺盛一些的 先來看到衛星雲圖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麼在還沒有下雨之前呢 其實全台各地都是比較悶熱的一個天氣 高溫大概都在31到34度左右 但是到了中午過後的時候 要提醒大家呢 包含了山區的部分 還有呢大台北地區 都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的 但是至於溫度的方面 我們來看到高溫資訊圖 我們要特別提醒的一樣 就是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亮起的橙色燈號的包含了 彰化雲林跟台南市 那麼黃色燈號的是南投線 就提醒這幾個縣市的觀眾朋友 今天到了近中午的時候 溫度也是有機會來到36、37度左右 所以外出的話 記得要多補充水分 另外呢就是要記得防曬的工作 一定要做好 接著我們來看到定量漲水域圖 趕快看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 那最主要呢就是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那今天除了山區之外呢 其實北部地區也都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外出的話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尤其北部的山區還是會有局部較大的雨勢 所以提醒大家中午過後 沒事的話就不要前往山區來活動 但是我們看到入夜之後 基本上午後雷震雨都是趨緩下來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包含的基隆跟宜蘭 還是會稍微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再來我們看到天氣走勢圖呢 因為接下來就是中秋連假了 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哦 那我們就先來看到呢 禮拜六的天氣是如何呢 禮拜六的時候其實水氣還是比較偏多一些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還是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但是白天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是多雲道勤 這樣的好天氣 那麼到了禮拜天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開始不斷的增強了 所以天氣只會越來越好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紫外線很容易來到過量等級 所以如果是外出去玩的話呢 也要記得防曬的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 但是到了中秋節當天 大家最想要賞月了天氣又是如何呢 中秋節的時候啊 其實全台各地的天氣也是相當的不錯 唯獨呢就是東南部地區 要特別跟台東地區的觀眾朋友講了 到了中秋節這一天水氣又變多了 因為南方的水氣開始移到陸地上來了 結果呢就是台東地區的觀眾朋友 恐怕是要開始下雨了 所以這個中秋節呢 賞月的機率可能會比其他縣市來的再低一些哦 但是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中秋連假的時候一樣還是會有午後雷震雨哦 但是呢到了晚上的時候大致上都停下來了 所以大家在晚間的時候都有機會 可以來賞月 最後關鍵字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這幾天白天都是比較悶熱的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要多補充水分 那麼今天最主要 午後雷震雨會是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還有山區的部分 都有機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話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上課穿衣服有參考